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分享我們的 5月29號朋友的影片 我朋友這一次比賽 有進步 我把他影片拿出來講解說明一下 好嗎 然後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影片囉 Let's go 這是決賽時候的畫面 我朋友現在坐上車 那我朋友決賽是在第二排 那他前面是第一 左邊是第二 我朋友是第三 要起跑啦 前面開始退場啦 緊張了緊張了 有時候我都會想 這些人怎麼這麼自虐 對不對 待在家裡 吹吹冷氣不是很好嗎 看看電視 對吧 來這裡這樣有沒有 壓力又這麼大 然後又 不太懂 真的有自虐的傾向 差不多了可能要開始發動了 每次要起跑前都是會緊張的 我替我朋友緊張啦 齁 但是這就是一個很好訓練 心理狀態的時候 你要練習要頂得住壓力啊 然後在壓力下表現要盡量正常 開始了 烟開始 等等等等等等等 哇 哇 來 走了 你看我朋友這一次就比較中規中矩啦 嗯 他應該不敢再亂來啦 好 但是有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你會越來越熟悉 這個賽道 我覺得真的很可惜就是 上次那個 車子真的沒感受出來 不然我覺得如果有感受出來 上次會學到更多東西 嗯 有點可惜啦 但是有時候也不用回頭去看 就是 學習的過程就常常就是這樣 那這些 你覺得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下次就會 讓你特別注意再更精進 所以如果你很平步清雲 喔一下就上去或是幹嘛 你可能也會忽略掉很多細節 人生也是這樣 嗯 所以都把它當成就是 必經的過程 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養分 來啦來來來來 要起跑了 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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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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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綠燈啊 直線綠燈啊 旁邊有車並拍 唉唷 好現在第三位 剛剛第二位起跑非常優秀啊 好 好我稍微走中間了一點點 稍微有點防守一下後面 但是你從這個車上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路線要走對 你看一走中間 再回來 再進彎 下一個彎彎數就不對 你看前面車子距離就拉開了 有沒有 是吧 好 所以 為什麼賽車線這麼重要 為什麼要叫你外內外 好 所以有時候你為了可能防守一下 你就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你就繞路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進那個彎的彎數就不太對 可以 這一次我就沒有走防守線了 我就直直走了 OK 那因為你在跟車的時候 前方有彎數可以讓你參考 所以你就些許會稍微跟進一點點 因為你會知道那彎數 你可以稍微偷那一點點 因為前面都是很厲害的車手 那所以你也知道就是你偷也不能偷太多 就偷一點點 第二位 有沒有 你看我們跟上了 就是前方有在 稍微纏鬥 對我們是好事一見 跟好跟好 好 找好機會 有時候回放這影像 都會覺得 哇好刺激喔 就是 帶路感 我帶路感比較強 我就會想像我好像是這個人 OK 嗯 他操了 好這時候有沒有 因為旁邊車子被操了嘛 所以他進來就是彎數比較慢一點 稍微吸一下尾風 有沒有 就是這個煞車 我覺得我當天開最好的就是這個彎 因為如果你回去回放 你會發現就是 他已經知道我並排了 但是他就稍微靠近我一點點 這是很正常的防守啦 那我就稍微又再更往內線一點點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沒有畏懼 把煞車踩了下去 對不對 踩進去彎裡面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當天開最好的就是那個彎 就是那個彎最好 就那個超車是我覺得開的最好 當然 就是對手也是很乾淨的 這就是我講的嘛 開車就是 車品 對不對 當然有人是可能會故意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時候他又反超我 他又超我 欸 我這時候把他逼在內線 有沒有 你看我們都很乾淨 對不對 就是 正常的壓迫是正常的 但是你把人家敲出去 或是你去敲到人家 我覺得這個就不對了啦 是吧 如果在直線並排的時候 欸像剛剛我第一次超這樣 他稍微這樣過來一點壓迫我 當然是可以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完全走在他前面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會稍微過來一點壓迫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OK的 他也沒故意撞 那再來就是我進去以後 欸這樣繼續跑 他到下一圈 到同一個地方抄我的時候 欸我讓他抄過去 然後我出去外面 因為我也不想就是 讓他就是 走正常線 所以我等於我也去壓迫他 壓迫他 壓迫他 壓迫他到下一個彎的時候 他先進彎的時候 他可能跑得稍微比較開 我又交換線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開車 乾淨度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往這種開車方向 進步 不然我覺得如果用撞的話 就沒什麼意思了 就是 啊你這樣過來 我直接把你撞出去 或是我看你在這裡 直接把我撞出去 這樣 沒意思 所以那一天就是 開車都是很乾淨 對方壓迫我 然後 我壓迫對方 我覺得都是很乾淨 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真的就是在禁忌 因為你進去 他壓迫我 比晚煞車我還要有把握煞的進去嘛 對不對 他最後抄我 我在壓迫他 欸 他可能先進去 我也要把握 把他交換線回來 對不對 啊但是因為 我們二三 那時候二三在纏到嘛 對不對 所以前面就 稍微距離比較遠了 但是後面還是有一件事情 可以跟 各位車友分享 跟各位車友分享 我後來看這個影片 我有一個感觸 像剛剛排位第一 起跑的選手 我在 呃 2016年 年尾的時候 我跑我第一場 125比賽的時候 我是跟他同場一起跑的 那我還記得 我是被他們套拳 他們就是很多人 有蔡成陽啊 有的 都被他們套拳的 然後我就突然很感慨 我就想說 啊 終於可以不用被人家套拳了 對不對 終於可以 是吧 因為他們也都是台灣 senior頂尖的選手啊 所以就突然有點就是看一看 眼淚有點想流下來的感覺 就覺得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我朋友好認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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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喔 就這樣喔 那我朋友覺得他又把這0.3抓回來 那一天大概可能跟 就是 前面這個領先的可能差個0.2 0.3 這樣子 OK 在比賽的當中的時候 所以我朋友就覺得 嗯 這個是有進步的 這是有進步的 因為我常講嘛 就是 我們其實是 在贏我們自己 最主要就是看我們自己有沒有進步 而不是就是 最主要去想拿名次 當然也會想拿名次啦 因為想拿名次是對自己一種肯定 但是 我的觀念是 你只要 技術是有的 你不怕沒有名次 對吧 你有實力 你不怕你 不會站上頒獎台 或是不會出頭 你一定會出頭的 然後這場比賽真的很感謝 蔡成陽 真的 一下就把車子調教得很好 喔我朋友就是 很順利的就是 欸 那秒數不會差太多 這樣子 喔 接下來就是我要講的 後面的重點 來 後面開始 你看喔 有遇到 一圈的慢車 你看 好 這時候慢車 他可能有看到我 然後他讓開 然後我從旁邊過去 有沒有 前面有灰藍旗叫他 讓車這樣子 那 我講 這是我的經驗啦 你看到前面有慢車 你在過他的時候要 小心一點 因為 以前 我第一 痾 痾 這要講誰啊 2016年那場比賽的時候 被一堆人套圈嘛 那 那時候 我就被裁判 叫到裁判師去 他說 他說 他就跟我講說 你被灰藍旗的時候 你要懂得 浪車 OK 齁 你不要就是 進彎再開你的路線幹嘛 然後他就講 那個 蔡承陽差點被你擠落 啊真的 我可以擠 因為我也是 就從這麼慢上來的 齁 就是 從比較慢開始上來 就是 因為總是一開始 大家前面有些人玩比較久 他當然會開比較快 然後 一開始比較 還沒 那麼熟的時候 會比較長 失誤秒差會比較大 然後可能會被人家套圈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 很正常的 齁 大家也不要太洩氣 你看看我以前被套圈 我現在也沒有啦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進步 啊沒有我朋友啦 所以 我的經驗就告訴我就是 你在過就是慢車的時候 你要 小心 好 那 我也跟就是慢車講就是 像剛剛那個慢車有回頭看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一個動作 就是 浪開塞車線就是 很好的動作 那 因為我也當過慢車 我也 真的很可以體會就是 欸那真的很緊張 後面車一直咻咻咻咻咻 一直咻咻咻咻咻 這樣過去 這 這緊張幹嘛閃哪一邊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就是 先預想好 先預想好 假設你在哪裡被灰燃騎 齁 你在哪裡你應該往哪邊走 你在哪裡被灰燃騎 應該往哪邊走 也可以先問一下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保障到你的安全 也可以保障到人家的安全 那還有就是 快車你在過的時候 你也要有 警覺 要小心 要小心 OK 好這就是我講的啦 所以 就是 在遇到慢車的時候 你也要稍微 小心一點點 然後 接下來應該就 結束了 就結束了 這場 比賽 那最後就是 我是 全組第二 全組第二 那分組是第一 就結束了這場比賽 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再進一個0.3 下次比賽我可以再進個0.3 因為我上次講 有三個0.3要追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第一個0.3應該有追到了 就是 比較熟悉了 然後 不會跟 跟 senior差 差太多 差那麼多 有追近一點點 那下次就希望就是可以補足第二個0.3 那這樣也代表說 自己真的是 有在往後進步 如果這一個0.3再有追到 最後我就要好好來追一下那極致的0.3 好嗎 設定目標嘛 一步一步往前 非常重要 一步一步往前 非常重要 然後這場比賽大家都比得很開心 就是 這是很乾淨的比賽 就是 不會有就是 硬插 像那一天 有一個車友就跟我講說 他說 我剛在哪一個彎 我可能可以動手插你 那但是 因為就是 他覺得如果 那真的動手插 可能真的會 會撞到 這時候會有 就是紛爭 那不太好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人品車品的展現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可以控制車子 然後就 對不對 去撞人家 或者是把人家 當煞車 或是把人家卡出去 或什麼之類的 只要不要插太遠 一定都有機會 甚至可能更故意 機會更大 對吧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 反應一個人開車的車品 那我希望就是 大家就是往技術方向精進 OK 那今天講就講到這裡了 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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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